想想看,如果你的细胞可以再生受损神经 更确切地说,如果你的脂肪细胞能以某种方式 根除白血病或逆转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影响 而且,如果无论居住在哪个角落 转接病例无需等待几周和几个月 而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轻松解决 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呢? 这并非凭空异象 干细胞创新公司Stem Cell Innovations 自2013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发展 2013年,干细胞创新公司成立 名为Kalm Den RAD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团队看到了干细胞疗法的无限潜力 认为这种疗法能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 而且团队对医疗空间里里外外都了如指掌 包括对一系列配套产业和简化产品与服务交付所要克服的难题都非常清楚 自2013年以来,SCI团队日趋成熟 已经形成由业内专家、医生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 他们借此共享干细胞研究进展、相关知识和资源 SCI旨在确保干细胞疗法易于获取、过程简便 且不受传统交付方式妨碍 而区块链技术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些 我们快速来讨论一下 看看SCI解决方案中的四大支柱 干细胞在医学应用方面的潜力巨大 不管其来源如何 干细胞都有三个普遍性质 很长一段时间后 仍旧可以分裂并自我更新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特定的 并且可以转化为特定细胞类型 例如造血干细胞可以产生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但不能产生干细胞 因为它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的 所以并不能生成组织中的220种细胞类型 然而多功能干细胞却可以做到 2006年山中申明的实验室 成功地从成人干细胞中生产出多功能干细胞 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进展 因为这意味着黑胎干细胞不再是唯一可用的多功能干细胞 2012年约翰·戈登和山中申明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 这仅仅是干细胞领域系列重大突破中的一个 同时也表明了像SCI这样的网络支持的重要性 再看第二大支柱 SCI生态系统 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网络 SCI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医疗和研究设施网络 配以医生、医务人员和所有服务提供商的帮助 确保任何寻求访问的人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达到目的 干细胞如何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通过臍带血储存 干细胞最丰富的来源之一是婴儿出生后的臍带和胎盘 臍带血储存只收集臍带血并冷冻其干细胞 储存多功能干细胞 以保护孩子未来健康成长 SCI将通过使用单一的安全的应用程序过程 简化从收集到储存的所有内容 从而消除成本和临近障碍 由此引出SCI生态系统的第三大支柱 病例中最繁琐、最耗时的问题和SCI的解决办法 以及与专有的SCI应用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带你浏览所有的安全协议 向你展示SCI分散应用程序及其运行的超级分层结构的来龙去脉 我们可以介绍智能合约以及它们如何节省时间、精力和成本 最重要的是以前需要花费几周和几个月 现在只需几秒钟 不久的将来可能曾经需要整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数据 仅从患者手机中就能获取 有些病人需要等待病例转接 或因无法获得数据感到沮丧万分 对它们而言 SCI的方法具有革新意义 大量的产品、服务和参与者遍及试剂 而传统支付方式效率低下 若无第四大支柱 SCI代币支持 SCI进程将会受的阻碍 SCI代币是SCI生态系统中的独家购买和访问手段 代币初始分发 需要经历一个首次代币发行过程 我们的白皮书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例如SCI将以0.15美元每代币的价格 发行最高上限为8亿ERC20的代币 其中首次代币发行期内将发行2.4亿 代币可以使用几种其他货币和FIAT购买 网站已列出具体流程 少数司法管辖区无法参与其中 因此必须与当地政府部门核实 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参与 首次代币发行的预售期为9月17日至10月29日 主要的销售将于11月21日开始1月17日结束 或者在达到最大发行量2.4亿代币时结束 白皮书涵盖了关于兑换期分配 以及SCI团队的详细信息 SCI代币最主要的并非只是为了筹集资金 其发展还具有一种内在效用 因为可以用来访问SCI网络产品和服务 这是代币本身具有了商品属性 我们打算借此视频预览白皮书中详细介绍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或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请前往scia.io网站 并下载我们的白皮书 区块链技术 让干细胞创新触手可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